好,我们现在要上个东西 叫做强电解质跟弱电解质 所谓的强电解质就是在水中的解离度大 100个硫酸下去,98个硫酸都变成氢磷子跟硫酸根 这种叫做强电解质 弱电解质就是解离度小 100个畜酸下去,只有10个畜酸变成畜酸根跟氢磷子 其他的90个还是畜酸的长相 那种就叫做弱电解质 强电解质因为解离度大,离子多,所以容易导电 弱电解质因为解离度小,离子少,所以不容易导电 我们所谓的强酸或者是强碱 指的就是它叫做强电解质,解离度大 我们所谓的弱酸弱减就指它是弱电解质,解一度小 就是所谓的强电解质跟弱电解质 电解质之所以会导电就跟离子有关系 氯化钠丢到水里面变成钠离子跟氯离子 没有导电的时候,钠离子跟氯离子到处乱跑 各自跑各自的地方随便乱跑 自由移动,但是如果你导电的时候 正离子就会离到负极,负离子就会移到正极 这个我们当回会有图跟你说明,因此就形成了电流 所以我们说,电解质为什么会导电? 电解质导电的原因是靠着离子的移动 电解质导电是靠离子的移动 所以刚刚跟你讲强电解质离子多,所以容易导电 弱电解质离子少,所以不容易导电 好,氯化钠丢到水里,形成钠离子跟氯离子 没有导电的时候,钠离子跟氯离子都是随意自己到处乱跑 导电之后,钠离子正离子一向负极 氯离子负离子一向正极 它会导电的原因,然后就形成了电流 所以电解质会导电的原因就是靠离子的移动 来,以前教金属会导电 金属的导电原因是靠自由电子的移动 而离子会导电的原因是靠离子的移动 有个地方不一样,自由电子是带负电 电子带负电 所以金属导体上的导电都是靠负离子 负,对不起,不是带负离子 带负电的离子在移动 可是离子是有正离子跟负离子 正离子也在动,负离子也在动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请你记住,金属导体导电是靠自由电子的移动 电解值的导电是靠离子的移动 然后移动过去之后 我的正离子移到了负极 我就会得到电子 我的负离子移到了正极 我就会失去电子 因此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也就是说 电解值的导电一定会发生变化 在三年级 这个动作叫做电解 通电之后让它分解 叫做电解 我们要到国三的下学期才会交电解 但是意思在这边就提到了 所以电解值导电 因为正负离子去了极板那里 会得失电子 因此发生化学变化 所以电解值导电一定会发生化学变化 来 接电池的正极叫正极 接电池的负极叫负极 用国中生上课容易的方法讲叫做 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这个是上课的时候一个容易的讲法 正极正电流出 负极负电流出 可是刚刚讲过了 导体的导体是靠谁移动 是有电子 所以上次有负电在动 但是这样讲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正就有很多的正 负极就会有很多的负 然后同性电相次 异性电相吸 负电就会把正的吸过去 所以正离子会移向负极 过去之后 正离子少电子 负极有很多电子 它就得电子 所以A正加电子变成A 发生化学变化 异性电相吸 正电会把负电吸过去 所以负离子会移到正极 然后负离子有多电子 正极少电子 它就失去电子 送给它 所以B负变成B加1负 发生化学变化 所以说电解指导电 一定会发生化学变化 所以说正离子一向负极 负离子一向正极 就是我们以前的实验 就是装置 那这里有一个灯泡 灯泡可以用安排器来量电流的 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然后导电 看灯泡会不会亮 会亮表示会导电 然后看看有没有泡泡 因为我们国中设计的实验 都是有泡泡的 然后呢 把它洗干净再做一次 重复做 然后就有这样一个实验的东西 打圈圈 上面打圈圈就是 灯泡会亮 安排器会动 表示有通电 有导电 为电解值 我要你背过了 测糖跟酒精 不导电 所以打叉叉 不会亮 问题的话 这里通通都有泡泡 电解值导电 不是一定都会有泡泡产生 不是 只是我们刚好 我们设计的实验是通通都有气泡生成 但是并不代表电解值导电都一定有气泡 有气泡生成 表示有发生化学反应 本来没泡泡 后来有泡泡 有新物质生成 表示发生化学变化 这里的化学变化 大部分都跟电解值的结果一样 正极产生氧 负极产生氢 这个三年级你要背的事情 电解值的产物 正极产生氧 负极产生氢 但是 电解岩酸跟实验水的气体比较不一样 正极是氯气 负极还是氢 正极是氯 负极是氢 这就是它的结果 所以都是有泡泡的 就是它所产生的气体 把它背 前面那个比较重要 电解水 我们国山的时候要背 最后是我们的整个过程 OK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急血课堂练习